好,领条前边呢,我们是要和这个地方看,我们先来看一下前面的,好,这我们把领条这样子对好,领条不是这样子,不是这样子对齐的,这样子对齐的话,待会你做完看,这个地方它就会少了一块,对不起的,所以我们在抽领条的时候要这样子,稍微交叉一点,让它们是这个0.8厘米的缝分, 看,是不是,它们0.8厘米的缝分在这,所以它们是要从这个点去对齐的,这样子,这样才正确哦,这地方要注意一下,好,对好之后,我们先,先抽两张,先抽一点,然后先把它固定,好,不用吃太多啊,这里就先抽一点点,把它固定一下,然后我们把领条,你看,看到这有一个刀口,第一个刀口, 对应的,对应的是衣服,对应的是衣服的衣服的,衣服的衣服的衣服的衣服,好,就在这个地方我们用竹针,把它固定一下,好,对好,然后这里,把它固定一下,好,然后再看一下领条这边,还有一个刀口,这个刀口对应的就是另外这边的衣服的衣服, 继续固定 完成后,先来找到第一个尖缝的位置 用手捏住,然后拉平布料 拉平 这时候,领条是比领口短一点的 所以需要把领条拉平 捏住,捏住我们这个尖点 捏住尖点,然后把领条和布料和衣服的领口拉平 拉平之后,我们捏住中间一个点 这样子 把领条和衣服的领口拉平 然后,我们找到终点,这样子捏住它 好,捏住终点 好,捏住 捏住之后呢,我们先把前面这一段 锁边 好,要注意锁边的过程中呢,不要把领条放松 一放松,你就会发现领口是长的,领条是短的 所以我们在锁边的过程中呢,要把领条这样子拉到和领口等长 拉平,看,把布料量,就是这样子 领口,领口和衣服的领口 领条和衣服的领口 拉平对齐,好,摁住它 左边 锁过来 好,这里是我们刚才捏住终点的位置 对不对 现在我们翻开,然后接下来 再捏住我们的尖点 好,尖点捏住,然后同样是拉平领口 好,锁过来 好,过了这个领口,过了尖点 好,过了尖点之后,我们再来看这边的尖点 这 好,我们同样捏住它,然后把后领口拉平 看,把后领口拉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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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尖点,对好,看 注意缝粪是往后片倒的 好 然后 我们先过了这个尖点 好 过了这个尖点之后呢 接下来我们把领条 把领条对好 然后我们把它对到 下面的这个地方 然后拿一个竹针 把它固定起来 好 捏住领条这个地方 同样的我们把领口拉平 好 拉平之后 由于这一段呢 是比较长的 所以我们需要从中间 再捏住一个点 好 继续拉平 结尾 捏住 好 拉平 住这儿 拿掉 好 锁完边之后 我们把这个领条掀起来 可以看到它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拐角 然后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来做一个修剪 怎么剪 看一下 我们就看 沿着这个这条线 沿着这个边缘 这样绝绝给它剪上来 好 剪完之后看 就需要让它这条边保持在一个雪平线上 好 左右两边都把它剪一下 好 左右两边都把它剪一下 这边的 那样是稍微 修剪 这样 这样就可以了 好 然后呢 然后呢 接下来是去把这些缝缝 看领口的缝缝 还有袖子的缝缝 全部是导向大深的 这样子 领口到这边 然后袖子往里面倒 好 然后先去把它运摊 好 现在我已经把整个衣服的缝缝 都做好了 运摊 看 运摊好之后 这些缝缝是很平准的 我建议呢 是在 在缝合侧缝呢 缝合侧缝之前呢 就把 就先把已经做好的 这些地方的缝缝 都去熨烫一下 然后接下来 我们再来缝这个侧缝 有熨烫的话 整个衣服做完 它是会比较工整的 三分座 七分碳 是有一定的道理的 好 现在我们开始来 锁边侧缝 这个地方是袖底 袖底的缝缝 一定要对齐 好 锁下来 锁到下边 好 然后 是另外就编的 好了 把两侧的测缝都这样锁好 锁好之后 我们接下来 先去把底摆 就是下摆 下摆这个地方的缝缝内折 然后还有缝口 缝口这个地方 也是内折之后 用那个 绷缝机去把它蹦一下 如果没有绷缝机的话 就先锁边 然后再去压线